Hello 大家,我是Shelly,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一不小心编程的G跟up主 有很多想学编程的观众小伙伴问我 为什么现在美国有很多名校 都把Python作为编程的入门语言 为什么没让学生用C语言入门呢 不是说C语言能帮你更好地掌握计算机底层的原理吗 用Python入门相比于用C入门 究竟有哪些优势呢 本期视频我就来回答一下这些问题 并且推荐一些优质的Python学习资源 把视频看完 你的编程学习之路会变得更顺畅 如果你喜欢编程这个话题 别忘了点赞并且关注我的频道 好,我们开始吧 首先要澄清一个观念 一门编程语言能让你更好地了解 计算机硬件的底层原理 并不代表你就应该用这门语言来入门 对于初学编程的人来讲 最应该培养的其实是problem solving的思路 一门语言它越是能够精简地描述problem solving思路 就越适合用来教授编程和computer science的本质 这也是CS四大名校 MIT,CMU,Stanford,UC Berkeley 全都选择Python作为入门语言的原因 等学生们通过Python快速掌握了 编程的直觉和本质 这些学校再通过后续的课程 来教授计算机的底层原理 同时让学生深入地学习C语言 比如这些学校的operating system课程 就会让大家用C来实现一个类Unix的操作系统 那么Python究竟有哪些亮点 使得它对初学者这么友好呢 下面我就来一一介绍一下 第一个亮点是Python代码非常的简洁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如果你想用Python来输出Hello World 那么直接掉用print函数 一行代码就搞定了 清晰又直观吧 相同的逻辑呢 用C语言来实现 代码明显复杂得多 那如果你是用C语言来入门编程 你就不得不花更多时间 去搞懂多出来的那些代码 到底是干嘛的 以及它们为什么在C代码里是必须的 所以呢 用Python来入门编程 能让你省下更多的时间 来专注于学习编程的本质 而不是学习语言本身 这样你的学习效率自然就提高了 第二个亮点是Python代码的可读性是非常高的 相对来说更容易理解 举个例子 下面这两代代码做的事情都一样 就是把0到9这10个数字打出来 虽然这里的Python代码并不比C代码简洁多少 但是呢 Python的for loop的写法 明显更接近英文的语法 这就是说 如果你有英文的基础 那么你读Python代码 大概率会觉得更自然 更容易看懂 然后关于Python的可读性的优点 有个很经典的案例 就是AI领域的大牛Peter Norvig 同时也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Modern Approach这本书的作者 当年他在Stanford教AI的时候 经常收到学生的反馈说 书中用的伪代码描述的AI算法 和Peter在网上提供的用Lisp写的参考代码 长得实在太不一样了 导致这些Lisp代码读起来很费力 于是呢 Peter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 就决定换一门语言来实现书中的伪代码 然后他找了一圈之后发现 Python是所有语言中最接近书中伪代码的 于是就有了这本书的Python代码的实现 这也是为什么Peter Norvig非常偏爱Python 后来他在Udacity教AI课程的时候 也选择了Python 影片的最后呢 我也会进一步讲讲这门AI课 感兴趣的一定要看到最后哟 Python的第三个亮点是他提供了丰富的标准库 让很多功能实现起来都非常的容易 举个例子 想在程序里创建一个List 用Python来写不要太简单 直接一个方括号括起来就搞定了 代码读着也非常的直观 而如果你用C来写呢 C的标准库并不支持List 你要么自己去找一个支持List的第三方Library 要么你亲手实现一个List Data Structure 这两个对出水者来说都很难 所以如果你用C来入门编程 会遇到更多的障碍 会更容易被劝退 再讲一个例子吧 如果你想实现一个文件下载器 使用Python自带的标准库 四行代码就搞定了 而C语言的标准库呢 并不支持类似功能 就算你找到了第三方Library 比如图中的这个Curl Library 你的代码也会繁琐的多 所以呢用Python来入门编程 相比于用C 你的产出会多得多 就更容易产生成就感 激励你一直学下去 好Python的第四个亮点 是它很强的交互性 具体的说呢 是Python自带一个Repo 也就是一个交互式的Shield 你的每一行代码 都可以在Repo里马上执行 马上打出结果 从而实现了 从写代码到看结果的快速的反馈 对于初学者来说 这种快速的反馈 会帮你省去大量的时间 而C和C++呢 就不提供这么快的反馈 因为你的代码不能马上运行 必须要先compile一下 才能执行 等于多了一个步骤嘛 当然会花更多的时间了 看到这里 一定会有观众说 Python是解释型语言 所以代码不需要编译 可以直接运行 而C和C++是编译型语言 当然必须编译一下咯 这种说法其实是错误的 因为根本就不存在 所谓的编译型语言和解释型语言 所谓的编译型解释型 并不是编程语言的特性 而只是语言实现的特性 比如Python语言至少有两种实现 一种是C Python的Interpreter 是对Python的解释型实现 另一种是PyPy 里面自带一个Jocentine Compiler 从而提供了对Python的编译型实现 关于语言的解释和编译 我在之前的加码影片里 做过非常详尽的介绍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哦 但这里我的重点是 C语言从技术上 其实是可以有一个repo的 只不过各位使用的C语言实现 正好没有提供这个功能 导致它在交互性上 被Python甩了一条件 好啦 Python适合编程入门的四大亮点 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种讲解方式对你有用 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或者留言评论哦 这会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介绍四门高质量的Python课程 分别针对四种不同的学习目标 第一种 没有任何的编程基础 学Python就是为了转码的 那么我推荐Udacity的Learn to Code课程 Learn to Code是专门为零基础新手设计的 由一名在Google工作了八年的资深工程师授课 这个课不仅会教你用Python编程 还会教你用JavaScript编程 通过学习这两种语言 这门课程会教你如何透过语言的表面去学习编程的本质 这样你不仅能掌握Problem solving的核心思想 还能够获得快速上手新语言的能力 当然Udacity课程的最大测试 其实是它高质量的实战项目 Learn to Code会带着你用Python开发一个对战游戏 然后用JavaScript开发一个电商网站的购物车功能 你做的每个实战项目都会有专人审阅 并且以很高的标准对你的代码提出改进意见 你可以无限次的提交 然后不断获得新的反馈 这种无限良性循环带来的提升 会远远超过你在学校上课的时候获得的提升 因为学校的作业和项目只能交一次嘛 总之呢 对零基础的学者 我强烈推荐Udacity的Learn to Code课程 课程的链接是shari.code slash begin 我也会把课程链接和Udacity的折扣信息 放到视频的下方哦 第二种 学Python不是为了成为软件工程师 而是想成为一名data scientist 那么我推荐Udacity的Programming for Data Science 这文课呢 会带着你从零开始学Python 在最后的实战项目里 你会写很多的Python代码 通过调用Numpay和Pandas 来分析美国三大城市的共享单车使用数据 然后把这些数据转化成各种具有商业价值的insights 比如共享单车需求量最大的时候 是一周中的哪一天呢 然后哪些租车点的需求量最大呢 哪一年出生的用户使用的最多 课程链接是shari.code slash python dash ds 我也会把课程链接放到视频下方哦 第三种 已经有Python的基础了 想进一步学习用Python来做Web Development 那么我推荐Fullstack Web Developer 课程的名字是全站开发 但其实它更偏后端 它的实战项目呢是让你用Python Flats框架和PostgreSQL数据库 为网站搭建后台 并且为网站增添高级的登录功能 使得用户可以通过Google等第三方的应用来登录 这门课还会带着你把网站部署到Kubernetes集群 现在拥有Kubernetes的实战经验越来越重要了 因为Kubernetes已经是越来越多大厂的标配了 课程链接呢是shari.code slash python dash backend 链接也在视频的下方 最后如果你已经有Python的基础了 想进一步学习AI 那我推荐Udacity的AI课程 授课老师呢都是AI界的领军人物哦 比如有影片一开始提到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odern Approach的作者Peter Norvik 比如有Google X和Udacity的创始人Sebastian Throne 这门课会通过高水平的讲解和大量的实战项目 帮你在AI领域打下非常扎实的基础 也绝对会把你对编程的认知上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通过用Python实现各种AI算法 你会学到如何用A-Star Search来解决导航的问题 如何用普速Bes算法来自动过滤垃圾邮件 如何用Automated Planning来让NASA机器人在火器上自动做决策 如何用Minimax算法和Alpha Beta简直技术来开发出远超人类的下棋机器人 这课程的最后一个实战项目是让你实现自然语言处理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Part of Speech Tagging 现在火爆全网的聊天机器人ChatGPT 它在分析语言的时候就用到了Part of Speech Tagging 总之这些实战项目各个都超级硬核酷炫 如果你对AI感兴趣我强烈推荐Udacity的这门AI课程哦 课程的链接是serie.co.ai 链接也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好啦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想了解的话题 可以发在视频下方的评论里哦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转发订阅哦 这会对我的频道有很大的帮助 YouTube的小朋友们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我的更新 也可以到Instagram和我的网站来找我 Thanks everyone for watching See you next time kesay 欢迎参加 riv出炭 5分钟 1分钟 2分钟 2分钟 3分钟 2分钟 1分钟